据微信公号中国佛教协会 9月13日消息 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声明 2016年3月 有人撰文提到 中国佛教协会 在研究报告中指明了在中国目前现存的32,600座寺庙中 汉传佛教商业化比较严重 但是整体形势 近80%的寺庙 没有被商业化 商业化的寺庙都集中在北京 上海 广东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和河南 四川 浙江等一些佛教文化古城 换句话说 中国有20%以上的寺庙都被商业化了 总数量在6500座以上 近期 互联网上又再次出现了多篇文章 引用上述文字和数据 并将其改头换面为 中国佛教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底 中国现存寺庙 32,600座 其中有20%以上的寺庙 已经商业化 主要集中在北京 上海 浙江 河南 四川等地 以上内容通过恶意炒作佛教商业化问题 肆意抹黑我国佛教寺院和佛教教职人员 给我会和全国佛教界的声誉和形象 造成了严重损害 侵犯了我会的相关权益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经查 我会从未发布过类似报告或统计数据 相关作者已于近日发表公开致歉声明 承认该数据和资讯引用查无出处 并向中国佛教协会诚恳致歉 希望广大信众擦亮双眼 明辨是非 对谣言不信不传 希望有关媒体和个人尽快删除含有不实信息的文章 停止损害佛教界声誉 侵犯佛教界权益的行为 我会也将保留 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